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今后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去学习Scribe。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包括这四部分内容。 Scribe简介、新版本介绍、Scribe的用户介绍以及总结。 首先看一下Scribe简介。 Scribe是什么? 它是一个开源的友好的框架。 它的主要作用是从网站上抓取你所需要的数据。 它有足够的优点。 比如说,它是一个快速的强大的框架。 当你抓取数据的时候,只需要去写一些规则。 然后就可以完成你想要的目的。 第二个优点,它的扩展性比较强。 你不用去接触它的核心代码,你就可以去扩展它的功能。 第三,它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框架。 因为它是用Python编写的,所以说它可以运行在Linux系统、Windows系统、MAC系统和BSD系统上面。 再者,咱们看一下新版本的介绍。 最新的版本是1.0.3。 它是2015年8月11号发布的。 在新版本中,增加了诸多的特性。 第一,它支持在Spider中换回字典。 如果大家用过0.25版本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个特性是很有用的。 第二,针对每一个Spider可以个性化地配置一些变量。 第三,它替换了原有的日制模块,采用了Python中内置的Login模块。 第四,它对Crawler API进行了存构。 下面咱们从代码中去了解一下这四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在Spider中,满飞字典。 这是老版本的一个用法。 它有五行代码。 这是新版本的一个用法。 它有三行代码。 但是它们实现的功能是同样的。 咱们详细地看一下老版本的这个代码。 前两行就是定义了一个类。 这个类里面定义了一个变量。 这个scrappy.item,它是继承了Python里面内置的数据结构字典。 也就是说,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先定一下这个字典里面都有哪些键,我先定义好。 我先不管它的值。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myspider类里面, 去填充这个值。 从这一行代码ReturnMyItemUIL等于Response.UIL, 这个地方就是对UIL这个字段进行了填充。 在新版本中呢, 我们不需要事先去定义它包含哪些字段, 而是直接去缓回了字典。 第二,咱们看一下就是Spider特定的设置。 在以前的版本中, 设置都是写在Settings文件里面的, 而不能针对每一个Spider进行设置。 比如说,你现在有五个Pipeline,而有三个Spider, 而不同的Spider需要用不同的Pipeline。 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Custom Settings它的作用了。 在这个地方,它的例子是定义了两个变量。 第一个是定义了它的下载延迟, 第二个是是否启用Response.UIL。 再看一下它的Python Login 模块。 以前的,它是用了Twisted的Log 模块。 它的用法是这样的,Log.Message。 然后,第一个参数是Message的内容。 第二个参数是这个Log的级别。 然后新版本中的用法是Log.NFOMessage。 这个NFO,这个函数已经代表了这个Log的级别。 下面举了一个例子。 在MySpider中的Press函数中, 去记录一些必要的信息。 日子模块大家并不陌生。 在我们调试程序的过程中, 日子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帮手。 在这儿,看一下Crawler API的重构。 下面这段代码是从脚本中去运行一个Spider。 首先,它去ScribePay的Crawler中引入了CrawlerProcess, 然后去实力化这个CrawlerProcess。 然后调用Crawler方法去运行MySpider。 这个MySpider,它是一个自包含的爬虫的一个脚本。 最后是处发这个Spider。 下面它新版本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它的模块的一些重构, 咱们在这里读在桌一一介绍。 然后咱们看一下ScribePay有哪些用户。 国外的公司都挺多的, 咱们看一下。 大家浏览一下。 第一个,ScribePay Hub。 这个公司,它是有一些ScribePay的开发者去组建的。 剩下的还有很多。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不是什么。 然后再看一下国内的公司。 国内的公司如果它使用了ScribePay的话, 它并不会在ScribePay的官网上去公布。 大家可以从智联招聘上, 你去搜索ScribePay关键字, 去看一下能搜到哪些公司。 这是我搜索完之后的一个截图。 这只是一小部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搜索。 还有很多。 然后是课程的总结。 这次课对大家的要求是, 了解ScribePay是什么, 它有哪些优点。 以及新版本的特性。 一个小作业是, 到ScribePay的官网, ScribePay.org, 去下载ScribePay的最新文档。 这次课,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本来是课程的。 我们先课程,